《台灣貝族時情推動聯盟》 大家好,我是楊總理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來自於這個 台灣貝族時情推動聯盟 那今天很榮幸在這邊擔任這個主持人工作 那待會我們大家先直接看我們這部 由陳玉琴導演的公平度服從的影片 看完影片之後呢,我們再回來 然後我來介紹今天的兩位的羽攤人 林佳霸老師還有什麼一位同學 再來跟大家互動 然後我們來分享說 到底這個公民不服從紀錄片要傳達什麼 以及這個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 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跟定義嗎? 那你們有什麼想法我們可以當場 然後我們來做一個討論 他已經成為台灣難以磨滅的集體記憶 見證了恥辱、暴力、虛偽 就在2008年,當我們自以為是一個民主國家 光是希望而不作為,怎麼會有改變呢? 比盲目服從更可怕的 是拒絕相信自己有改變的能力 其實啊,我們這些最早的學生 對,為什麼會有改變呢? 呃,很希望大家今天來啊 來參加我們這場這個紀錄片二播放 還有包含這個Eco的作品 那我剛剛前面介紹過我自己了嘛 那接下來呢,就是我要介紹兩位 那在介紹這兩位之前 我先跟大家講一些 呃,我今天發生的事情 跟這個公民不不從也有關係 呃,因為本來今天這場播完以後 明天 呃,這場播音要去 那也是我要去擔任禮台 結果呢,今天我中午就接到 我剛才發生的電話 呃,學生打來電話 他說,呃,兩先生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我們校長今天把你們 就是否決了說 呃,這個審查說 沒有要播你們這部公民不從也變 所以明天這場要取消 那,我聽到以後我是覺得說 我可以感覺到這個 這個同學他在電話裡面 那是在電語氣的那種沮喪 還有難過 那,從這個 這個例子裡面 就讓我感受到說 原來,到解 我們已經解研二十幾年來 現在的高中校園裡面 這個威權的幽靈還在 自我審查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說 包含可能學校只看到這個 公民不不從這個 這個title這個影片 可能就決定要否定他了 那我覺得這是很不可思議的現象 那,也許我們也可以從 我想在座有很多的高中的同學 還有甚至我們高中的老師 從你們在這個教育的 這個體制內 泡沙喊說 你們在從事教育工作 也許可以對於所謂公民不服從 有一些想像 那,所以接下來我要先 就直接介紹我們 呃,兩位這個語談的來賓 一位是我們爺家范老師 他是施拉公 我有建議 你為什麼不把他發表在報紙上 你剛剛碰到的事情 你剛剛碰到的事情 我今天中午 我今天中午 收他的電話 對 那,呃 呃 林家范老師他 除了是施拉公典系的老師以外 他其實也是我們2008年 在聲援這個野草莓運動 運動當中 其實被警方 也是以違法這個極有法起訴的其中一員 因為當時林明老師 他是台灣人前促進會的會長 那我記得那個時候 呃,因為我們在這個立法院前面 辦了一場這個 為極有法送中的一個活動 那我想為極有法送中 極有法不管極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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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想說 這個辦極有法應該沒完 結果還是被委託極有法起訴 那待會 林老師呢 可以來稍微講一下他的案子 那,呃 接下來 另外一位是陳梅惠 我們很年輕 他是捍衛苗栗青年年齡的成員 那同時 他也是327 他同時也是327 黃光社區這個黨差行動的 然後他被警方以這個妨礙公務 然後移送 那目前他還在這個檢方的偵察庭 在偵察當中 所以還不知道會不會被陳述 可是 他也算是事件的當事人 待會我們請他也來談談說 他在這整個事件當中 他的歷程 他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個運動 那他過去曾經 他或許 並不曾經參與一些社會運動 可是他當他參與這個社會運動 身陷在這其中 他看到國家暴力是怎麼使用 我們也請他來談談他的一些想法 那 是不是先請 呃 林老師先來 談一下 總比 還有這個 也是 委員會 還有在座的各位 這個 這麼晚 還有熱心 願意來 了解 我們公民不服從的各位 各位的夥伴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他剛剛裡面有提到說 他才剛拍完一部片子 因為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滿清楚 還有跟他一起去 好像是台大文學院 有針對這部片 他的這部片子就是 就是我的人權之旅 他比較是從兒童的一個角度來看人權這樣一個世界 他裡面其實有特別提出來說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 我們的人權是獲得保護跟保障 好 那 我還記得那個時候在那個座談會裡面其實馬上就有人想想 就說 是真的是這樣嗎 台灣是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嗎 那時候我印象你這個運氣當時也是有點被衝擊到 然後他剛才在影片裡面 他就直接講 因為叫沒多久以後就是那個全民來台灣的時候 他剛好在他剛才裡面就有提到 他就有遭受到一些貴膽 那是對他一個蠻直接的衝擊 然後剛才那部影片 我覺得他選擇這個服從當作一個 一個核心的一個角度來探討 他一開始就是以一個嬰兒 他自己的這個baby在這個肚子裡面 我想這個他的寓意是蠻深遠的 在探討這個 到底啊 我們做一個公民 那發生他的所謂的權利的保護跟保障 從教育從出生從教育 一直到成為在街頭上面做一個公民 那我們的授教過程裡面 是不是讓我們有足夠的訓練成為是一個所謂的公民 那我自己在這個剛才裡面有提到 有因為我們有參 因為作為一個人權的一個組織 其實台灣人權處境會長期就針對台灣 雖然解嚴 可是極有法 它其實是這個戒嚴的儀序 當初解嚴馬上就定所謂的國安治安法 那就是極有法、人權法、國安法 那其實就是要代替戒嚴法裡面 對於公民最基本的這些權利的一個限制 所以岳哥講極有法其實就是要代替戒嚴法 應該是怎麼講的 那其實台灣人權處境會從1984年 他成立當時還是戒嚴的時候 就開始要反對這個極有法 那很感慨的 就算到了現在 到了現在這一刻 縱使我們也簽署了所謂的兩公約 那可是我們的極有法也還在那裡 那我想這個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太努力 這個從紀念到現在 表面上看起來 台灣好像已經是一個民主法制國家 那可是還滿經不起很多的考驗 那特別是2008年甚至到晚禁 甚至到這幾天 其實我們都還可以看到 人民酒商街頭 那被這個警察的這種壓制的 他發生了這樣一個機會 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還是在 其實還是在 所以說 看這樣一幕片子 那我是覺得滿好也滿重要 需要大家不斷地去思考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公民不服從 那到底是 是不是我們的一個既得權利 那其實在座很多高中生 也有高中的老師 這就是公民老師 如果沒有記錯 你們現在應該有交公民不服從嗎 有 有 有吧 上次討完 剛考過的他很好 剛考完都做清楚了 那什麼是公民不服從 或許 剛考完來幫我們可以拉一下 對 我們等一下請那個政大附中的 對於公民不服從 有很多人來講 對於公民不服從 對於公民不服從 OK 我想 今天一個重大的新聞 就是 那個曼德拉 我們都知道他是 南非非常重要的 在 這個 南非抗爭 這個 這個 種族隔離 這樣一個政策 下面 很重要的一個 那個人物 那其實 他 他也是 主張公民不服從 雖然早期也有一些 這種 暴力 後來他也是主張公民不服從 那像 那個 其實 我記得 就在2008年裡面 剛才影片有出來 我們看到有一群學生在那個 行政院門前 然後 有一些大學老師 坐在那邊 對 陳怡寧來臺的這些 迴安措施造成很多這種 意見表達被壓制 那 一群學生坐在那邊 然後一起唱歌 我覺得很感動 真的 真的那種 公民的力量 公民不服從的力量 真正的展現 在那個限制 而且我 做一個老師的 我也真覺得 這個是最真實的公民教育 那個 學生坐在那個地方 很清楚他們知道 他們要什麼 而且展現出來的幾率 展現出來的精神 讓人非常感佩 非常感佩 那我回去查一下 其實 公民不服從這種想法 我能夠查到最早的是 英國的雪萊 一個浪漫派詩人 他 他就曾經 在他一首詩裡面 就有把這種 公民不服從的精神 那 英國在 四九世紀初期 那個時候 也是有很多勞工運動 在那個 曼茲斯特 那 一樣是 年輕的學生 就跟在座很多年輕學生 還有我在 這個 煙草莓運動的時候 看到很多年輕學生 一樣 那 面對這一種 警察的這一種 他們是以和平 就是說 大家坐著 然後 手牽手 一點都沒有暴力 不是丟炸彈 也不是丟雞蛋 那就純粹坐在那邊 然後很堅決的 把他們的訴求 講出來 反而是警察 以這種強暴的方式 把他們帶走 我想公民不服從 他的力量就是在這個地方 他透過一個和平的方式 很堅定的表達自己的訴求 那 反而是讓 這個 警察 以所謂的 這個 法律的外衣 你們都有聽到 依法行政 這種外衣下面 來 執行所謂的公權力 表面上看起來是合法的 可是 這種和平的精神跟力量 能夠彰顯出 他們的一個正當性的原用 我想這個就是 一個公民不服從 蠻好的 蠻重要的 一個力量 我個人的這個案件 我是教法律的 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 真的會被起訴 當時的心情就是 也不錯 真實的了解一下 我以前教的跟現實的這個 法律運作上面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個差距 他們真的是感觸很了解 感觸很多 你知道我們第一次開庭 當然很多聲援的朋友 就坐在 我們那個後面旁聽習 那個 情訓結束以後 那個 那個審判長 居然把我叫過去說 下次不要再那麼多人 帶那麼多人來 偶爾嚇一跳 沈判長居然跟我講錯話 作為一個 教法律的一個大學老師 那個 那個 那個語氣非常出爐 你跟 完全打破說 一個法官 一個 那個法官 就像流氓這樣 恐嚇你 說 你這樣子不要再 再帶那麼多人來 那 這個訴訟過程 跟我同時期 剛才裡面有提到 李明聰教授的案子 現在還停止審判 那我的案子 你們猜最後結果是什麼 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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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老實講 我去警察局的時候 我也會認為我是無罪 可是第一次開庭以後 看到那個法官是那樣子 我就覺得 我可能會被判有罪 真的 蠻不樂觀的 那 到時李明聰教授那個法官 是 他甚至開庭來請那個 李玉雄教授 去談 因為2009年後來 那個國際人權國內法化 那 就是去主張 就是 就是 這個 李明聰教授是專家證人 對 專家證人 第一次他以專家證人身份 在法庭幾乎是在上課一樣 我想這個是 這也是破了司法的歷史 那 那 那是 那 那個案子後來那個法官真的沒有勇氣 他就是 禁止審判 然後 他認為這個法律是違憲 所以他就生理大法官會解釋 哇 太棒了 那 我那個案子啊 後來就繼續審 開庭 還有很多攝影朋友一起去作證 然後 開完 結果 在 因為開完庭 延遲變略完 就是要做 宣判 那我們其實都已經準備好幾種結果 對不對 第一個結果就是 有罪 有罪 我們已經準備好那個 生理 然後 然後另外一種 就是 無罪嘛 另外一種就是 禁止審判 升級大法官 就三種嘛 結果說 既然還有出現第四種 我叫刑事訴訟法 還不知道 有這個第四種的可能性 結果這個法官 用了一個用語 我一開始還聽不懂 然後問一下律師 他講什麼 他就說 後合辦 你聽不懂嗎 你聽得懂嗎 聽不懂 我也聽不懂 就是等後 這個合定辦理 意思就是 他 技術性的就是 停止審判 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也傻眼 怎麼會有這個結果 技術性的 只有不敢像李明廠那樣 有大使說他要申請事件 因為申請事件還要寫申請事件文 法官案件很多 所以說李明廠法官是真的有見識 所以不是說所有法官都很差 大家對司法還是有點信心 司法的心血進去 還是有一些想法跟理念 只是作為一個交法律的人 我比較遺憾就是 在法院裡面 其實有兩種爭議 一種就是事實上爭議 一種是法律上爭議 事實上爭議是證據的問題 法律上爭議是爭法理的問題 那我本來是想要好好的跟他爭取法理 要跟他主張一下 這個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 因為我們都教這個對不對 那真的要測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 沒有講 可是真的蠻遺憾的 就是第一個法官他完全不講 他完全不聽這個 他說你不敢跟我講這個 那就真的只看事實的面 他人家說因為我們要主張 那是違憲的法律 所以我不笑 可是他完全不跟你講這個 所以那個時候第一審 我們真的是蠻 就是蠻悲觀 已經準備被判有罪的這種心情 可是後來居然是後合辦 換言之外 那個法官可能也受制於這個壓力 那因為李明通教授的案子 已經申請到法律解釋了 那也有很多的教授一起 我們開一個百人自首的記者會 所以也有達到那種效果 那個法官可能不敢判 所以他用技術性的就讓他這個 等於是讓他先停一下 這個案子 因為如果照一般司法習性的話 因為這個法官只要拖案子 拖久只要他調離以後 這案子又重新分發 就不是他的工作 你知道一個法官同時 手中幾乎有一百件案件 那量是很大 所以一般法官習性的話 是能夠少一個案件 就是不要去動他就好 那如果前面已經 既然已經上面也都同意 可以這樣放著 那對一般法官來講 那就放著就好 可是當然過了兩年 我們想說 可能要等大法官會幾次才有過過 結果 結果接到傳票說要開庭 那我的律師就研判了 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一定是有一些想法跟理念的法官 比較會 再來開庭 然後他願意寫判決書 表示說他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見解 他想要寫在判決書裡面 那這個新的法官 新的女法官 那開庭就讓我印象很深刻 我們一般開庭有去法庭看過就知道 那個被告就坐在中間 對不對 這個法官在上面 然後律師檢察官在旁邊 他居然說 你可以坐在那個律師旁邊 這個 這個法官是 就你會感覺到非常友善 就是 對於被告的那種權利 他是會去關注到 那當然 這個法官就願意去聽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意見跟見解 那後來證實 在一審法院的判決書裡面 那個法官就有財納 這樣的一個 一些人權公約上面的一些見解物看法 所以 所以一審就判無罪 那一審判無罪 你們猜會不會上訴 檢察官 我不曉得 這也是施改會現在努力的 就是 就檢察官上訴好像變得很煩濫 就是說一般我們上訴就是不服原審判決 但原告被告都可以針對原審判決 你認為他這個理由拿一點 你覺得沒有道理你要提出來 或是你有新的試證 因為二審還可以聽新的試證 你可以提出來 結果 後來我們開庭的時候 我們的律師團也就研判了 就是說 即使檢察官沒那麼努力 因為一定沒有什麼新思證 那當然我們也抗議 就是說其實都已經判無罪 你幹嘛還要再上訴 後來所以我們就 律師就建議說 我可以保持肩膜 表示抗議 那其實訴訟上面 也希望不要再延伸自己 因為他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如果我們隨便講話 對他扣不住的話 反而會讓你比較不利 所以二審的時候 其實開庭就很無聊 因為我都沒有講話 而且沒有傳新的證明 所以那整個開庭 就幾乎沒有什麼意義 那法官他如果要推翻原審的判決 他不要挑骨頭 就很難挑 所以二審最後也是判無罪 所以這樣一個歷程 也讓我對於法律 我不曉得你們的感覺怎麼樣 因為律青在這個影片裡面 好像也是在質疑 這個司法是不是能夠 或者所謂的正義的伸張 這樣的一個 那我的感覺只是 上法院好像中樂透一樣 就是說你如果遇到好的法官 你就好的結果 你如果遇到不好的法官 你可能就會倒霉 好像有這樣的一種 那可是司法可以是這樣子嗎 如果司法是這樣的話 那社會怎麼樣來維持 所謂的公平跟正義 我想這個是我們必須 去檢討跟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我想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定位 有這樣的一個訴訟案件 那還有這個公平不服從 這樣的一個 特別是我看到我們那些年輕學子 後來在原草莓的這樣的一個運動當中 那我個人是覺得 原草莓運動蠻轉類一點的 就是喚醒了我們在很多年輕的學子 更關心這些公共的事務 那我想這個是 那公平不服從的議題 我想會更不斷的被提出來跟討論 那我想我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他剛剛今天講說這個 其實他是選擇在司法的途徑 選擇一個不服從的一個行動 你可以看到他說 比如說他在二審的這個法院裡面 他是選擇兼默的 這是我們可以想說 這是我們可以想說 這是不是一種 某種程度的不服從 然後想要來對抗這個司法的體制 那我想說先直接 趕快把時間交給玫瑰 讓他來講一下他的這個 這個心路歷程 他原本也 他不是全職的這種社運工作者 那他就是一樣 怎麼去進入到這個 運動裡面 然後從運動裡面看到國家暴力的一些展現 大家好 很開心沒有機會在這邊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經驗 那其實這是我第一次的雨潭 那如果有雨無人次的地方 請大家給我考慮 那就是在我真的到社運現場之前 所以我就是一般普通的上班子 那我本來是在高中教科書書書版社當年級這樣 那在上街頭之前 我算是會關心時事 然後也會試圖想要把社會議題帶到身邊的人 就希望身邊的人可以起來關心 所以像是在同事之間 就也會想要去告訴大家 就我覺得應該大家都要 需要大家關注的事情這樣 那在研究片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服從這個概念 那 那有時候我會覺得 我相信就是在來到這邊的許多人應該都有看 我這樣類似的經驗 就是當我們試圖想要訴說什麼的時候 然後發現身邊的多數人好像是有點冷漠的 然後會覺得有點寂寞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 我們所身處的社會環境好像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楚門的世界 對很像那樣子的感覺 就是大家好像是知道些什麼 可是卻又不想知道些什麼的那樣子的感覺 嗯 好 然後回到 我本身的經驗 就回到那個參與華光的經驗 那 我覺得 對我來說就是參與華光的抗爭裡面 那 嗯 那就是在 嗯 我先描述我當時發生的事情好了 嗯 在當天我是人在屋內的 那因為 就是警察必須要先把屋內的人清空 嗯 嗯 嗯 那 那 在那一次的抗爭裡面對我來說印象最深刻的 嗯 反而不是就是我與警察之間直接的衝撞 嗯 嗯 反而是我嗯 從警局回到現場的時候 然後 嗯 我看到就是居民們和聲援者 和 嗯 警察之間互相重合的那個畫面 然後我覺得那畫面對我來說非常悲傷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被安排好的劇本 就是我們 嗯 如果 如果我們不按照這個劇本演出的話 我們都必須 嗯 因為我們 因為在這個劇本裡面的人很難 不用 不用這個劇本演出 就像是裡面的警察 當他穿了這個制服的時候 他好像很難以去 他沒有辦法不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除非他要有所犧牲 然後以及在這個裡面的聲援者和被迫遷的居民 那如果他們不參與這個劇本的話 他們也必須有所犧牲 或是他們就算參與也是必須有所犧牲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嗯 被 決定這劇本的人 他並不在這場戲 可是他卻造成這樣的 嗯 他開導了這樣 嗯 就他造成這樣子的場景 然後每一個人在這場景的人都必須 嗯 嗯 按照 就是一旦三二七 然後三月二七號到來 然後那個時間點到了 那這個衝突就一定得發生 這樣 這個衝突發動發動的裡面 然後 嗯 那 我們都是試圖想要 從這個被安排好的劇本裡面 嗯 試圖找出可以突破的地方 這樣 我是不是很有力吃 哈哈哈哈 對不起 你要不要談一下說 你談一下說 譬如說你為什麼會被妨礙公布這一題 哦 對 嗯 嗯 嗯 我猜想啊 我猜想 因為其實在 你們有沒有做出什麼樣暴力的舉止 嗯 我們就是完全沒有付出暴力的舉止 而且其實甚至 嗯 就是我 也不是華光小組裡面什麼很重要的成員 我只是一個很普通的 然後我覺得嗯 就是華光不應該裁除 然後單純 就覺得不支持這個議題的 剛剛單純的生員 那我覺得警察會帶我進派出 其實完全只是有個交代 那所以我才會覺得警察也是一個 他們也是一個按照這個舉本連鎖的人 他們只是想要可以暢毀我交代 這樣 然後完成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說 比如說你的角色跟剛剛影片裡面 我們是有看到幾個小女生 那個華麗玲啊 Coffee Shop 還有幾個 喔 哪告他們 這些 他們的招力其實也是到了現場 到陳雲嶺的那個現場 那他們也沒有做什麼事 會不會覺得你有沒有什麼感動深受的地方 嗯 對 就是當下一定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很困惑 欸 就是 為什麼會 會這樣 然後有非常多的問號 嗯 那你覺得現在你對於這個 我們整個國家的這個 不然之八者的這些想法 你有什麼樣的改變 還是說你覺得 其實大部分是好 還是說你覺得 嗯 整個國家在執法上發生了什麼問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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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它是一種 掌權者 好嗎 希望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 可以依照他們的規則 去運作 嗯 嗯 那幫它 那其實 嗯 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巨大的 巨大的體制跟結構 那它可能是從 像紀錄片一樣講 它是從教育開始的 嗯 那就可以回到 嗯 回到我在教科書傳承的經驗 那我本身是生物科的天使 那我覺得 呃 就在教科書審查的制度裡面 在對戰的科來說是還好 但是 對於社會科 比如說像歷史跟國文科目 這樣子 就跟政治比較有一點 關聯性的科目 嗯 我們掌權者 對於他的審查 就真的是非常 可能會超乎大家想像的 嗯 他們是會非常在意 那比如說像 歷史 讀歷史課本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比如說歷史課本裡面 你用 就是掌權者就會希望 你用中國史關啊 所以就會在那邊爭執一些 嗯 和聚或是 嗯 心聚或是 心靈事情 對 這類的用 就是中國史關 跟 本土史關的那個差異 嗯 那 他們其實想要 教育是一個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危險 因為他們其實想要告訴 大家 他們想要告訴你們的事 所以 每一位的經驗其實他不只是從這個抗爭的現場 那包含他在這個當這個教科書編輯的那個經驗 其實是另外一個場域裡面呢 在教科書編輯的領域 然後幫忙我們現場每個人來自不同的領域 可能不同的領域你都會跟這個 呃 國家政府你必須要這個 呃 必須要互動的時候 那在這個互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怎麼選擇我們的手段 我們的方法 就會變成說 當如果國家使用一個比較壓制性的 暴力性的 或者是說一個比較威權式的方式在對待我們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反應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手段去選擇 那就變成我們必須要去一個思考方式 那我想說是不是我們先 直接就先讓在場的大家 抒發幾件 我想大家 很多人悅悅是有很多想法要講的 那我們請大家來分享你們的一些想法 好不好 欸 有沒有 這邊一位 我們先三位好不好 一 後面 這裡一位 兩位 好 後面那是這四位好不好 一二三四 我是二位嗎 OK 沒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我一定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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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兩位 那在問這個問題之前 我先提出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 在我的生活圈當中 我發現 如果把人分成 願意參與社運活動 那關注公共問題的人 跟不願意的人的話 那願意的人裡面 又可以再分成年代 那其中一類的人就是 他們公民不服從 是認為 因為他們覺得法沒有正常性 那他們不服從 也就是 他們覺得 是個自由的人 我想要幹嘛就幹嘛 那就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就是 應該 在座大部分的人都是 原來的人 他們就是認為 法是有正常性的 那他們公民不服從 不服從的是 不正二三 那 本質上也是服從 你服從憲法賦予你的權利 但是你可能不服從 某些惡法 那 之前 就是你會想要尋 體制內的方法 來改變這個社會 那 剛好 現場 人也這麼多 那我想說 等一下可不可以 進去現場調查一下 在場的人 可不可以是可能 屬於第一種還是第二種 你可以直接調查 還是你怕再調查 那 還有第三種 就是 不關注的人 那 可能就是 社會上 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的 那可能 其他百分之一的人都在現場 那這些不關注的人 他們之所以 不會參與 公眾 不關注公眾議題 那不參與一些公眾 就是 欸 怎麼講 他們可能覺得 他們之所以服從法律 並不是因為 對法律有什麼特別的看法 所以就是因為 這樣做是對他們最有利的方式 那 就是 就是 兩位族覺得 我們就是要對抗的是 這樣的 對 那就是兩位 那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推廣課公民不符同域的狀態 最後 總是希望 對社會 用出一些喜慈的改變 除了讓公民不意識 覺醒 如果真的覺醒之後 兩位學人 要做出喜慈的改變 可能要尋找怎麼樣的方法 尋找體制內方法 尋找 尋找 那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是要給 那個 每一會 那 首先 就是 因為你說我看 是佩服你 因為我 之前就知道你的事情 然後 其實 一般的 一般三般組 因為我也是一般三般組 就是 我關注公眾議題 我是選擇一條 非常集中的路 就是 可能 在演出上面剖一些公眾議題的文啊 然後 都沒有人按讚 這樣 心裡公佈你的臉書 讓大家去幫忙 聊聊聊 心有氣氣焉 然後 每一會就是選擇一條 非常勇敢的路 就是 他本來 可以就是 排線當一個人生勝立主 所以你就 叫做所有天子 但是你就選擇放棄 自己的工作 然後走上社會的路 那我之前 在那個 聲音 就是 書餅的那個 變成訪談到那時候 他有問過你說 為什麼會選擇這條路 那你 那時候的答案是說 你 就只能 先 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來採探這個社會的現況 那 最終你覺得 你還是會回歸體制內 對啊 是要 對 那 那 我想要問的就是 經過 那應該是 應該有幾個月之前的事情 那 這幾個月 這 這個時間 又發生一些 風風雨 就是大死 又發生的事情 那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 第二部分 你自己 盡量快 簡短 就是我看到這個紀錄片 我想到之前有一部紀錄片 叫做 紅色戒嚴 那我覺得 有點相似 然後 我分享我一個經驗好了 就是說 第一次真正感受到 國家暴力的時候 是 在我 剛滿十五歲的時候 也沒多久吧 就幾個月前 然後 就是 當時大福被強拆 然後 大家就去立法院抗議 想要讀劉振鴻 結果 沒有 沒有被抓到 就是沒有 沒有讓我們抗議到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就是 被警察弄到之後 手又痛了好幾天 然後 也接受了一個 很震撼的 國家的免費生日禮物 那 嗯 就是 有時候 就是從去年好免費 我們開始關心 就會覺得說 那麼關心 這個社會 會覺得 本想像中的 小缺心是很不一樣的 那 我想問老師 就是 回到 問題 就是我想問老師一個問題 是說 大法官尚未事件 從二零一零年九月九日開始 已經一千一百八十三年 尚未解釋 集會遊行法的事件案了 那你們會如何看大法官的代謝呢 對 謝謝 專業 連幾天都知道了嗎 好 那後面那一位是不是 喔這邊 這邊那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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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 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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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那一個 對 那一個 女生先 好 我的問題是要問總理 因為 您在那個 國際社會上 認識 然後 我也在國際社會上 那 我想問您 因為我知道您剛從英國回來 然後 從 國際服務的經驗 還有最近 剛剛有選的經驗 請問您這部片 所展現的台灣社會 對這些 對英國人 對非洲人 對中國人的 意涵是什麼 對他們來說 這些事情都很厲害 再來就是 我很想聽到 正當部中 來 很多軍隊的舉手 你們有沒有 代表人家要舉手 對 OK 我想要談的是一個問題 其實跟第一位類似很像 但是我覺得沒有辦法輕易的 覺得沒有 應該說 從五年前的運崩之後 我選擇另外一套路 我選擇 我選擇 我選擇進入社會 直接從學校退出 我選擇加入商會 加入各式各樣的機會 包括接觸黑道 包括接觸各式各樣的 我現在還是 士靈光協會的辦公室主任 同時白天也是 金融業界裡面的一個成員 但是同時又參加了社運 我覺得 在這麼多的討論當中 我發現到 這種分類不是這樣子 我認為有一個性向是在於說 我對我講說 談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種服從 這種東西是在於我們 我們本身最掌權 不是最上面那個頭 而是社會大眾 它本身一個集體的意識形態 也就是說 當我們的身份跟角色 在某個制度下 沒有改變的情況之下 我們會慢慢的接受 服從這個方式 舉例來講 我現在同事的這個創業者 我有創立的公司 成立了兩年 但是對我來講 當我跟一個 可能我自己的同事 他是我的被請戶的人員 他沒辦法了解我 為什麼剛剛解釋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會希望他照著做就好 但是在公司裡面 或者是我在上班 同時我又是被人家請戶的人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題目當中 可能在勞基法或在其他當中 並沒有那麼多的約束 然後在商會裡面當中 某些約定給資格的備忘錄而已 可是我們會遵循某些規則 就是我們要服從最好 不來的話 他會用選擇的權利 不給你一些特權 甚至你可以用這特權 更加大的利益 所以久而久之 就是我們自己如果身為社會的一份子 我們會覺得 這樣子的秩序 是有利的 因為它形成一個規則 而我們如果當中 能夠摸索這個規則的人 我們得到最大利益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規則去利用 不懂這個規則的人 所以我覺得 在某些 根基的體制下 沒有去選擇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會產生 觀察工人 去台北車站抗應的時候 他們覺得那個東西是不對的 他們覺得那些在抗應的人 他們那些不服從頭表現 是不對的 他們絕對不是覺得 這個東西 他們99%可能覺得 不光是覺得自己有利 但我覺得 絕對不是什麼99%這個問題 而是他們是一種選擇 一種混亂的選擇 所以我在想說 如果我們去談什麼體制 或體制外 這種東西 這個東西 我認為關鍵在於說模糊 我要談的是模糊這個東西 就是有太多的空間給人家操作 所以導致我們這個社會 在體制體制外 都會變得很難去改變 那我認為 解決的辦法 一定是 開程公佈 很 朝陽光法案的方向去走 很多事情就是 不要有法律 有模糊空間 方便法律 那麼 這個法條要解釋 現在碰到為什麼法理 跟食物的問題 都在於說 這些模糊空間太多 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這樣的意見 謝謝 好 我們先這四個問題 那待會我們 呃 前面這稍微做一些 呃 解答 呃 回答之後 那我們再 再開放第二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呃 是不是先請 呃 呃 呃 因為這個大法官會議 解釋 經過急促申請 那為什麼遲遲 這個沒有下這個 沒有做出解釋 那其實 原因還蠻多 很複雜 那 是不是構成這個代指 這個部分 其實 因為 每 就算在美國 還不是每個案件 申請到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他都會獲得這個 這個 受禮跟 進行這個 審理 好 那理由很簡單 因為 他只有九個大法官 他沒有辦法審理那麼多案件 那他們的做法是讓 這個 他們的聯邦最高法院法官去 選 選法官法官 他會去選 說 可能會影響 就是說 憲法上面 影響 有那個 影響力 會比較需要做出 重要的 這個 解釋的那個部分 他才會去選擇 那 這個在 現行法律上面 喔 我們的 大法官的 審理這個部分 那也是 有點類似 就是說 還 你不能說 他是帶子 那 因為有太多案件 那 每一個都 甚至等 比你久了還有 那 這個部分 我們只能夠 不斷繼續去 爭取 我想這個是 先 針對 就是大法官 支持不做出 解釋 這個部分 做了一個 一點回應 那另外的話就是 針對 剛才其實 就是屬於 共鳴參與的問題 我想 在座 大家都 應該算是有 關心一些 公共事務 才會做在這個地方 那 可是 剛才又特別提到 體制外 體制內 那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認為公民復服從 是體制外 還是體制內 是外 還是內 是外 內 有外 有內 其實 當然 首先我們要先這麼講 講公民復服從 並不是叫大家 什麼事都不要復服 這個要先講清楚 公民復服從 往往是在於 就是說 有一些的 這種 意見的表達 從 這個所謂的正常管道 我想往往會走上街頭的 都是所謂的正常管道 就是一般 你可以去發聲的那些管道 都已經試過了 它都沒有用 所以才會走上街頭 所以我們常講 即位遊行的這個權利 其實是對弱勢者來講 很重要 很基本的一個權利 是它發聲很重要的一個權利 因為往往有權有勢的人 他體制內管 他打個電話 跟門神打個電話 就 警察就解決了 他根本不需要上街頭 換言之說 政治上面的這種資源 有些人的確是比較 會影響 特別對於我們叫做弱勢者 就是說 他發聲 沒有人要聽 他很努力的去講 像剛才提到官場功能 其實官場功能 他們 已經歷經多少的所謂的 發聲的管道 那一定要怎樣 握鬼 握鬼 然後才能喚醒大家 對他們的 這個關心跟關注 所以大家首先要理解就是 會走到那一步都是不得已 躺在那個凱道上面 那個打馬嘎那個很熱的 對不對 你走在那個上面 就沒有人是莫名其妙 很無聊 然後就是上街頭去 往往是 他透過很多的管道去表達意見 然後去施壓 然後整個好像沒有用 所以他們會選擇 那在上街頭 表達意見 表達意見 這個 理論上應該都是體制內 OK 因為這是憲法明文保障的 基本權利 所以你不能說它是體制外 在我看來 除非是暴力的那種抗爭 才會變成是體制外 如果是公民不服從的話 基本上應該還算是體制內的 甚至啊 我們如果參考憲法第八條裡面 講到人身的自由 他有特別提到 非依法令的逮捕跟拘禁 是得不服從 是憲法說我們可以不服從嗎 是憲法 所以說你如果承認憲法是體制內的話 對不對 所以不不服從應該也算是體制內 還沒有到體制外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們先把所謂體制 把它講清楚 還有去表達意見 當然也會是這樣的管道 那我只是要講說 上街頭往往是最不得已的 那往往就是因為正常管道都沒有用 所以才會上街頭 所以集會遊行對於弱勢者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重要性的群民 既然我們憲法有保障 那特別是我剛才也有講到 非依法令的逮捕跟拘禁 那個憲法也特別說你是被不服從 你可以不理他 就是憲法直接受權的兵 可以不理會這種非依法令的逮捕跟拘禁 那當然警察都會說他依法有拘禁 那這個部分呢 那在逮捕的過程裡面 像我們就會去爭取 那這個所依據的法律 是不是合不憲法 這樣一個 那嚴格講我們還是在提示 因為我們最後透過訴訟 然後申請大法會檢視 就要去爭取說警察這樣的執法 他認為他是合法 我認為他是非法 他在法院請求政治的管道裡面去爭 到底他是不是合法 所以我們嚴格講還是在這個題目內 那另外就是說 針對這個公民參與 我想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面 你有納稅 你有去投票 這是憲法上最基本的 所以我們參與公民權利的一些 所以要永遠去納稅 因為有納稅你才可以去質疑 你繳了錢 那你們這些公僕都沒有好好做事 所以納稅跟 我剛才提到我們的選舉辦理創事不決 這些是很基本的 可是這樣其實是不太夠了 因為真正的民主的話 其實在很多重要跟你跟我有關的一些重要決定的過程當中 我們現在要強調就是說 我們不能只是投票式的民主 我們要審議式民主 那審議式民主的話 其實在行政權利的部分 還有立法權利的部分 它都會有所謂的聽證或是公聽會 那當然你也可以透過媒體的投書 甚至你在網路上面的FB 你去表達一些公共的意見 然後形成一些影響大家的認同 那一起來討論這樣的一個事情 我想這個都是在 都應該算是在參與這樣的一個公共事務 那當然你如果願意的話 你甚至願意參加一些團體 像在座有很多人都有參加一些議題的團體 你要加強這個部分的發聲 我想那個當然是用進一步 就是說你不只是在關心而已 那你甚至願意參與團體 然後集體去發聲 我想那個就是更進一步了 那這個我想應該是說大家其實都 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些工作 對不對 那你在工作之餘關心公共事務 有的人是甚至會捐錢給一些議題團體 我覺得這個都算是一種公民的參與 並不是說要大家都要上街頭 然後流血流汗這樣子 才算是有在做這個公民的一個參與 這樣的一個行動 所以說我們不要把這個公民參與把它宰掛 不過最基本的關心一些公共事務 然後當比如說我們需要聯署的時候 你在網路上面你也參與這個聯署 那也會形成一股力量 來表達這個意見 然後像洪中秋暗 更多的人一起上街頭 那那個政府就會受到大家的影響 所以就這個部分來講 其實台灣的民主 這個部分還是有在運作 還是有一點影響 並不完全是失靈這樣的一個情況 公民力量展現還是有可能改變一些東西 從很多例子裡面我們還是有看到 有這樣的一個可能 那可是還是回到最基本的一句話 權力都要靠自己爭取 你不要想說政府會主動來服務你 來幫助你 我想這個就是還沒有公民覺醒 所以一定要有這樣的一個意思 就是說不要去等政府來保護你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很多權力我們本來就要去爭取 然後剛才提到那個 一個末 就是末的一個問題 那 我想最近有一部片子就是 那個漢娜二倫的 《真理無趣》 這部片子裡面 剛才好像也有用到埃克曼 因為那個漢娜二倫就是 非常有名的哲學家 你知道嗎 那在60年代 在針對這個 尼克曼最戰犯的一個審判 在以色列的時候 他當《納威時報》的記者 去當下去做一個紀錄 那其實他去紀錄 他就是想要看什麼叫做喜能 就做一個哲學家 他對於 就是說為什麼 六百萬人 誒 要屠殺六百萬人 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要有高度的精密的組織啊 大家說 是不是一個人 就可以讓六百萬人死掉 當然不會 那個颱風幾萬隻豬死掉 該不會要處理那個豬 要花很多人力啊 還有精力去安排 所以你要讓六百萬的 流太人 有系統的 把他殲滅掉啊 那是要非常高度的 組織的一個行動 那在這個行動過程裡面 所涉及的這一些人 那埃克曼就是其中一人 那那個潘安二倫 他就是想去了解 一個人 怎麼可以 不把人當人 然後 那其實後來很多心理學家做實驗 其實啊 剛才講到服從 在什麼情況下 你會去服從 郁經的片子裡面好像沒有提到 其實很多人是不加思索的 他們做這種心理實驗啊 假裝有一個人啊 你壓他就很痛對不對 那 那你旁邊有一個人一直一直想過 你一定要壓 讓那個人很痛苦啊 你要不要壓 大部分人還是會壓 所以大部分人其實 那 那安安二倫他在講這個 所謂的 邪惡 其實邪惡的人不需要是 窮凶惡辭 像 這個 陳金星或是 一些殺人犯那樣的 那樣的一種 他也可以是 跟你我一樣看起來很優雅 然後受過高的教育 他也是聽這個 可是他在關鍵的時刻 他應該說 這是考驗啦 在關鍵的時刻 什麼叫關鍵的時刻 你要做出一個是非對錯 很明顯的要一個判斷的時候 那你自己有沒有滅著自己的良心 那他覺得說其實邪惡不用太多 他也太多 就是你我都有可能是很邪惡 意思就是 如果我們 對很多基本的大師大飛 遇到這種大師大飛 需要去思考跟判斷的時候 那你不做出決定 就像我們的檢察院 針對這個 那麼明顯的這種 違憲違法的一個檢察總長 居然也沒有提出可能 所以在很多重要的這種決定上面 那這些人他或許有各種利益 或是價值影響 讓他不做出這個決定 那簡單講的是 就是你我都有可能 如果我們不去關心 那也有可能是被政府 就是你幫你做了很多 你後來後回 你都來不及的一些重要決定 所以簡單講的是 大家要關心這些時事 那重要時刻也是要自己 要有一點意見跟表態 而不是說被拉著走 那往往很大的惡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面產生的 那我想這個是 針對剛才幾個題目的 一點回應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就延續老師剛剛的分享 那 所以在華光的現場 有一句話讓我聽起來很深刻 就是當時我們在屋內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了很多家具 啊 然後衝進來的那個 那就是有警察就是破壞了這些家具 跟阻礙物進來之後的第一句話 就說 嗯 就是 惡法逆法 那 那 所以 我們就是要 還是需要遵守啊 然後他們說 就是 他也很好 那 那 那 我們就是這邊想要提的就是 其實警察 他其實也知道 喔 這個是惡法 那這個狀態是有問題的 可是他 嗯 嗯 並不會想要去挑戰 或是 轉過身來 如果 有時候對警察這種期待 希望他就可以真正的成為人民的寶 那 站在 被不害死的 弱勢的人 這邊 這樣子 嗯 那 嗯 那我覺得這邊 就回到剛剛 嗯 這位朋友問了問 就是我們到底要 對抗的是這樣子 無從 或是 你說 冷漠的 群眾 還是 是要 有時候我們要對抗還是 是這個 掌權者 的群眾 嗯 嗯 那 嗯 嗯 那我覺得這邊又要提到說 我覺得這個 掌權者 他會 他 建立的這個 這個體制 嗯 讓人覺得很無奈的是 嗯 嗯 他讓想要 抵抗的人 必須要做一些犧牲 比如說像 嗯 去抗證人 他可能就要面臨 背負訴訟啊 或是 抵抗的居民 他們就可能會被貼上的表現 說你們那邊就是 封建戶 什麼 他會故意去 嗯 去這樣 那讓你不服從的成本 就變得很高 嗯 嗯 所以 嗯 其實對我 就這樣對於我個人來說啊 所以我就 我比較 我就不會去 嗯 我比較 我不會去 對 服從的人覺得 憤怒 可是我會覺得很傷心啊 可是又覺得 嗯 我們無法去 期待 很多人都付出一些代價 然後去抵抗一些心 嗯 對 但我覺得很傷心 嗯 嗯 嗯 那 嗯 所以剛剛講 剛剛老師有提到一個那個實驗 就是關於服從權威實驗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 他其實還有一個後續 就是 當 嗯 當 在本來 在那個原始實驗裡面 就是當 嗯 你的 你有一個權威告訴你 你要這麼做 然後你這麼做 不用負責任的時候 大多數人都會 嗯 繼續執行 那個實驗 可是呢 如果這個時候 有一個人 告訴你說 就你知道有一個人 他抵抗了 抵抗了 或是他 不服從了 那通常 嗯 這個 知道這個人 他就也會 站出來抵抗 那 所以 我覺得這是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喔 就是 試著去 嗯 說服 或是 影響 身邊的人 然後讓他知道說 喔 我站出來了 然後 我 嗯 我還好好的 欸這樣講好像很奇怪 對 對 沒錯 嗯 那這樣的話也許他們 呃就是 他本來 他其實不是不 他不是 不願站出來 只是他會擔心 或害怕說 喔 我是不是要犧牲一些事情 因為 那看事情的心理是很清楚知道說 這些事情是不對的 就像是那位警察一樣 其實在很多抗爭場我都會看到 警察會哭啊 所以是 嗯 他們 其實也是 嗯 會有一些無奈的 然後再回到 呃 剛剛 這位朋友問我的 問題 嗯 就是 我 離職之後 嗯 嗯 嗯 就是 是不是 還是要回到 那個 所謂的體制內 呵呵 這一件事情 嗯 嗯 應該說 嗯 其實 就 我還是需要 維繫我的生活嘛 我的生活 生活所需 嗯 嗯 那 所以不太可能就是 就是 我覺得是離職然後一直 嗯 嗯 就是 就是 就是有手 有手好心的 圈神是那個 社會運動 不過 如果我現在有辦法 都可以在M9裡面 然後同時就我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又可以回心回生活 那就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我是一趟幸運的人啊 就是 我現在就是到了 然後在私改會 然後在私改會裡面 工作這樣 嗯 呵呵 對 所以 我說我現在這樣是我要 體制內還是主要 哈哈哈 體制外但是我生活了兩段 對對對 哈哈哈 謝謝 好 謝謝美惠 然後最後 因為剛剛有 針對我也有 主持人也有一個問題 所以主持人也要 必須負擔這個回答 這個問題 就是說 嗯 當秀娟提到我說 因為我之前的工作 你發現我也是 國際特色組織的工作人員 秘書長這樣 那 那我是在台灣分會 台灣的辦公室 那 我過去這一年多來 我在英國那邊 那 AI的總部是在倫敦 那我在英國的期間 其實我也常常 常去這個 倫敦的這個辦公室 跟AI的同事往來這樣子 那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多來 在倫敦的經驗就是說 我其實我自己在觀察說 因為我們提到公民不服從這個概念 那 你意思是說 那非洲、歐洲、英國人 怎麼來看待這些概念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說 其實在這一年多來 我自己也在倫敦也參與 包含在310那天 我去到了中國大使館前面 針對這個西藏的問題 跟很多在英國當地流亡的西藏難民 他們一起上街頭 到這個中國大使館前面去抗議 可是 英國警察對待我們的方式又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 以台灣來講 我曾經也帶 在台灣因為 一些事情 比如去到大使館 或到不同的地方去抗議 或到AIT前面抗議 可是是被我們警察很粗暴的對待 台灣的警察 那可是在英國 我本來想說 那人家都說 歐洲警察就是 棍子就直接拿起來 就打人了嘛 對不對 其實我想也沒有這麼嚴重 那在中國大使館前面 我們是直接 就是到了中國大使館的門口 不是隔一條街很遠的 是直接到了門口 那他們就是 警察也沒有什麼 在管理就是幾個人在維持交通 就這樣而已 然後沒有說大陣仗 派出很多警察來回覆 那大家就是也是很有志趣 也不會說因為 因為你是西藏人 然後所以你可能會丟汽油彈 到中國大使館門口 也還好也沒有發生這些東西 那可是 對這個警察 他是用這種 好像就覺得 這是很再正常也不過的事情 在看待我們這群 世衛抗命的民眾 這是英國的警察 我第一個印象 這是好的 那我要講一個 英國警察不好的地方 同樣的 在今年 在英國也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說 英國也是一樣 同樣的紀錄片導演 他在英國倫敦的地鐵站 他在英國倫敦的地鐵站 就是拍攝 這個警察在執訪 比如說 因為目前 英國有很多移民 比如說 他會去盤查 這個 從這個中東 比如說 伊朗 伊拉克 中東來的 這些移民 會移動 去盤查 那這個紀錄片導演他拍嘛 他拍的過程裡面 警察忽然就跑來 這個 就是像陳月欽那樣的 一模一樣的狀況 把他的那個 攝影機扯掉 然後埋捕了這個 這個紀錄片導演 然後因為 英國警察使用這個 反恐法 說 警察在執勤的過程裡面 他有權利 呃 逮捕你 然後不僅有這個 呃 就是可以無條件的逮捕你 然後不需要經過任何理由 因為他只要 執勤過程裡面 他用反恐法這條 就可以了 那這個事情發生以後 那這個 英國的紀錄片導演 他同樣就 打官司 就開始 呃 在送到法院裡面 就是 呃 因為他 他有拍了一個動畫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他就是講說 以前 英國的警察 因為英國的警察會穿得很像 紳士 對呀 然後很多觀光客人 甚至會跑去跟英國的警察合照 那覺得說 英國的警察是非常有禮貌的這個 紳士 可是現在為什麼會忽然 因為 反恐的原因 變了一個樣 他就去檢討思考這個過程 那 呃 打官司 後來他這個官司 準備要送到這個 就是 也是他 他也要就是送到這個 所謂的司法審查 那 有點像釋憲這個過程 那 準備要進去的時候呢 英國的警察 來跟他和解 說好 我們賠你錢 這是我們 和解 然後我們賠償 那你不要繼續他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有 在 道理上 站不住腳 因為 如果他進入到這個 所謂judicial review的狀況裡面 其實對於 呃 尤其 歐洲還有歐洲任務法院 所以 進入到法院司法的狀況的時候 其實是對警察 司法 對於警察部門 行政部門是很不利的 所以他們最後 反而希望他不要透過實現的過程 然後 就直接希望跟他和解 那從英國的這個 我講有好的 也有壞的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 呃 不管在哪個國家 你會看到這種所謂 民主老牌的英國 或者是說 即使我們在 呃 民主還是很新興的台灣 那 不管是怎麼樣的狀況 其實國家 他永遠都會有一個合法的暴力 準備 下制人民 那 準備下制人民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我們公民 怎麼樣去深化我們自己去 呃 獨立思考的這些意識 然後去 知道說 哪一些東西 我們是必須要常常保持懷疑的 尤其是對於一些 權威 如何轉化成威權的過程 我們要去常常保持懷疑 那我覺得從這個懷疑的過程裡面 如果公民常常有這個 思考的過程 我想才是 就是限制我們的 國家 不敢做出太越局的行為 這樣子 那這是我自己在英國的一些課程 我們是不是在開放 兩到三個問題 這一位 然後第二位 然後後面第三位 第四位好不好 然後第五位 那其他的問題 就進化 這樣子 因為我重點 是比較平衡在分享 尤其是剛剛 那一部影片一開始 他就有講了幾句台詞 他就說 從小開始 就聽家長 然後後來覺得 我們就聽老師 當我們做了老公 我們就聽老闆 到最後我們做了人 我們就聽國家 那其實我們 我自己會去思考 那我們聽的這次 我們壞得到 我們什麼都沒得到 講看看 其實我在前面的字 我這邊上面 我有講說我目前是做 在性別人權的訪問 其實公民不服從 對於性別多元者來講 它其實更是需要 因為其實 公民不服從 對 我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不但 是體制 對多理性的格 不友善 甚至連公民 對這些公民 他們也是不友善 所以 所謂公民不服從 這些是很主要 就像今年 性別方面 有發生一些 比如說婚姻撤銷事件 我是當事人 那也有婚姻平權的事件 像大家 幾萬的上海 都要反對 來支持 好今天重點 不是討論這些 今天重點是說 因為他們 是 就剛剛講的 最弱勢的一區 所以到最後上街頭 變成他們 唯一的手段 而且 應該說 不管是任何人 大家其實都覺得 現在是 一個 我這邊就直接講 我直接引用一個名言 現在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因為我們有一個腐敗的體制 它有一個 讓我們感覺很豐富的社會 但是這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因為我們可以改變這個社會 這個是我今天看的朋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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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在場 很多 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朋友 那 我覺得很不容易就是說 在體制內 你要去 尤其是在體制內 要去尋求改革的人 他是更不容易的 就是說 在體制內反叛 那要怎麼樣 還可以 找到一些空間 然後去生存下一方面 把一些訊息傳遞出去 像是老師也好 甚至包含在我們司法 界裡面的一些法官 或簡單 或人家從事改革的 他們有一些改革都 也是要從體制內 去突破的 那這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給在場的 來今天參與的高中老師 給他們一個鼓勵 好 我想說因為時間上 有一些限制的關係 我 是不是請我們今天兩位 你看 給我們做最後的合理 好 那我先回應 政大副中的同學 那 你很勇敢 你剛才有提了一個問題 只是這個問題 我想要訪問你 因為 如果你的學校 自己有訂了 你認為不合理的校規 那你可以怎麼做 我想在公平老師 應該有教你 可是我要強調的是 這應該是由你自己 來做決定 就是你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你是默默接受呢 還是說你認為這個 你認為非常不合理 你覺得應該要改進 然後你願不願意站出來 然後跟很多同學 連署 你剛才說 什麼叫鼓動學長 你不知道 那剛才裡面其實有講 就是 你 比如說 用連署的方式 然後 連署的意思就是 集結很多不同的聲音 來共同對抗學校 學校就認為你這個是鼓動學長 那這個 很多校規 這個部分 因為我昨天 很前天吧 有去那個教育部 那個中部管公司 那個 國教署那邊 他邀請我去 針對最近 這個事件 那有很多校規 規廢這個 憲法網站 還有 國際上規規網站 這種 有限制的 像鼓動學長 這個字眼 就是很明顯的 因為 學生 也是一個公民 那學生當然對於 這個 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就像一般的公民 他可以採取一些 包括連署也好 或者說 甚至 組織起來 甚至 走上街頭 那這個是他公民的權利 那這個在過去 威權建言時代 留下來的校規 那 有很多校規 是沒有 被刪除掉 那我想這個 應該 很快的 很多學校會把這個部分都把它刪除掉 我想這個是 我們進一步的 在校園裡面 解除掉過去 威權時代 留下的一些 一些不合理的校規 那應該把它被刪掉 我想這個應該是很快會刪到的 所以你以後就不用再擔心 就所謂 葡動學長 然後被學校最選 這樣的一個 情況 那當然我很鼓勵 就是說 同學 其實 其實 學習 應該是全方位的 或是 只是坐在教室裡面 或是說 準備考試 才叫學習 那可以來這樣的場合 去多吸收更多不同的意見看法 那願意 我覺得很重要 要願意講出來 然後跟人家去討論跟分享 那你會學的更多 非常鼓勵我們 這個 年輕的 這個 高中的夥伴 你們也是公民 不要小看 你不要一直覺得說 你自己 很不成熟 你年輕 怎麼你這樣話不懂 沒有這回事 你應該是 可以把你自己 對很多公共事務的想法 把它有系統 有整理的想法 好像是 我們董老師也是希望 你們各位這樣子 所以才 期待你們也來參與 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 我想今天 很高興 有看到這麼多 老跟少 各位有一起來瞭解 關心 我覺得我們的社會 還是有這個 這個動能 是在的 而且我相信這個動能 只要大家 願意 持續的去關心 不管你是在 網路上按讚 或是你表達一些意見看法 甚至可以走出來街頭 特別是 我覺得 要去理解 很多人 上街頭 特別是那些被害弱勢的人 上街頭 往往是 就像剛才有 網民提到 那個是 就是 他們很重要的一個發生的管道 所以我們應該 繼續努力 把這個 極由惡法 趕快把它廢除掉 那希望大家 一起 來做一個努力 那我們在 在台灣人權助監會裡面 會繼續 復習到好的官員 趕快做出警示 那其實我們跟立法院這邊 也有在 像政經紀委員 他也有關心 這樣的一個提案 可是 立法院裡面的議程 這時候被操痛 都沒有辦法排進去 那當然我們事實時候 我們還是要站出來接頭 有沒有看到太多的 這種案件不斷的演技 現在警察手法又越來越 以前用極由法 現在極由法 因為他們自己都承認是違憲 他們自己的那個 保護的報告裡面 都把它列為司令的違憲法 應該優先的休憲 可是啊 一樣啦 你沒有上街頭去不許他 他就是不會改 所以這個部分 可能要大家 再集結更大的力量 讓這個 我們 最基本的一個權利 特別是 當你無處 正式管道沒有辦法發生的時候 你只能夠上街頭去發表 這樣一個很重要的 現在還有權利 好不要被這個 惡法人多擁掉 當然他用很多不同的 什麼 妨礙公務啊 或者說 這個 等等這些不同的 這個 社會秩序維護法 等等 這些 其實 還是一樣的 就像剛才應該是每一位有提到的 就是一個動客的手法 相信我們公民 有這樣的一顆 見識去看穿說 這個其實 不要忘了 我剛才提過 這個憲法要保障 如果是認為是不合理 也不合 不合憲的 我們其實不用擔心 那 所以說 感謝大家 今天也很高興能夠跟大家 希望大家在這邊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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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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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 用來 那 就回應剛剛那個高中生說 其實是為一個高中生 能夠做一些事嗎 那 我覺得 其實真的 不用去局限 或者是 也不用去 想要 然後去模仿或是 就其實真的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那覺得還是要回歸到自己 說看自己想要怎麼做 然後跟願意怎麼做 然後並且把為什麼這麼做的理由 就是說出來 然後告訴神殿的人大家 然後說服大家 然後我覺得 就是公民參與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那我覺得不管是什麼樣的方式都是好的 不論是像我離開了本來的工作場域 然後到另外一個領域 或者是在本來的場域裡面 然後去改革或是去追求解決 改變這樣 我覺得都是好的 只要我們有這樣子的意識存在 然後覺得都是OK的 對 然後 喔 對 然後剛剛就是 加藩老師說 就是關於掌權者的這種 共和的手段 那 就是有時候 就是我當過比較悲觀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說 好像因為這個社會裡面有許多人都是因為太想要保護自己 所以反而我們什麼都保護不了的那樣的感覺 那我覺得就是來到這裡的大家 我覺得在這裡上大家真的覺得很開心 覺得很溫暖 就是因為對我來說就是 我是夥伴的 所以我們跟大家一起來到這邊 那就是希望大家就一起努力 然後影響說服身邊的人 然後鼓勵大家 更多人贊助 加油 一起掌握 謝謝 好 謝謝你們 你們這麼年輕 然後我們 他也站出來 然後 他其實到現在還是被告 他還在偵查庭當中 要進去偵查庭 讓檢察官這樣問 你們如果偵查 今天知道 檢察官在問案的時候 有多兇悍 所以你要想看 再一個人 然後如果有律師幫助他也好 他如果沒有律師的話 是不是會更慘 那我覺得每一位很不簡單 他為我們大家示範一個 很典型的一個說 功名復衝 如何在法庭裡面 如何在抗制的現場 進行復衝 這樣子 那 我想說今天的活動 可能必須要在這邊 暫時打住 可是我們很歡迎大家 待會如果你私底下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 以意猶未盡 想要繼續交流的話 你還是可以留下來 跟我們繼續來做互動 那我想說 基於時間上的關係 然後 可能 我們必須要在這邊 先做一個結束 然後也很謝謝大家 今天來參與 公民復衝的影片 的帳禮 最後我再做一個廣告 那個 公民復衝的影片 很歡迎 因為我們在場有一些老師 然後可能你有一些 在不同的機關 你如果有想要 在你的學校 在你的課堂上 在教室裡面播映 在你的機關播映 我相信 我相信 這個玉琴 他很歡迎大家來 播映他的紀錄片 那你可以先跟我們 職務這邊聯絡 當然我們可以 透過這提供你管道 好 呃 那個 丁宇貞 可以跟那個 那個我們後面的工作人員 叫丁宇貞 可以跟他聯絡 然後你如果想要播映的話 然後去把 這樣的一個訊息 然後到處我們更多 讓我們的 一般的台灣的公民 可以知道說 怎麼樣進行 你公民不服從 然後了解一些更 呃 基本的這些概念這樣子 好 那謝謝大家 我們都在這邊